第1487集 好在这里没有狗仔队 来这里消费的都是高端人群 否则的话早已经引起注意了 尽管是这样 有些人已经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这一桌了 大家的目光都有些怪异 毕竟在这种场合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撕起来的人 这是真的不多 我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叶好寻笑了 成容就成容呗 干嘛把自己打扮得腰里腰气的 我看你那张脸简直就是刀子刻出来的 整个人上上下下没有是真的了 你还在这里嘚瑟个蛋吗 就你这样的 你还好意思去做明星 安安分分的做你的网红吧 噗 安宇竹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笑出声来的 他没有想到叶好轩真的怼起人来 居然是这么厉害 啊 以他的教养 他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这简直就是一把力气 简直就是刀子往这个女人的心里头 这一点也不夸张 行 姓安的 你是不是感觉我的后台不在乎城 所以你敢指使你的狗腿在骂我的事吧 刘春雨冷静了下来 他盯着安宇竹冷冷地说 你信不信 就算是我在乎城 我照样能玩死你 我还真的不信了 叶好轩站起来 他和这个女人杠上 妈的 还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叶好轩早就动手打人了 那好 你等着 你在这给我等着 刘春雨怒激而笑 他打电话叫人去了 要不 我们先回避一下 阿女竹对叶好轩悄声道 不然会有麻烦 难不成你还怕这个女人不成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放心吧 不用怕 这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知道这个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她身后的那些人呢 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歌手 炒作到全国人民都认识她 这足以证明 这女人是一个有手段的人 有手段要怎么样 难不成你还怕她了 叶好轩笑道 不是怕她 而是这种人不想招惹 招惹完了的话 会有一身的麻烦 安宇竹正没道 没事 给她点教训 让她知道天高地厚 以后她见你的话 就会躲得远远的 你今天不给她点颜色瞧瞧 她以后见了你 还会变本加厉的 叶好轩笑道 可是 在这里私不合适 安宇竹犹豫道 那走 咖啡厅现在人少 在那里等着她找人来死 叶好轩站起来 拉着安宇竹就走 你们站住 刘春雨已经打完了电话 他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盯着两人沉声道 有种的话 不要走 在这等着 谁走的 我们去咖啡厅里坐一会儿 你放心吧 只要你不走 我们是绝对不会走的 叶好轩冷笑了一眼 开玩笑 这场合他见过的多了 他会怕吗 啊 等会儿他保证要让这个女人怀疑人生 坐在咖啡厅里没有多久 这个女人果然叫来人了 但是他叫来的人让叶好轩都有些意外 居然是梁绍伯 是你 梁绍伯看着叶好轩 他有些诧异 是我 叶好轩一点头 他笑道 大水冲了龙蛙庙了呀 梁绍 你认识他 刘春雨有些在试探 毕竟这里是在户城 不是在他的底盆上 他身后的人交代了 有事情找梁绍伯 可是没想到梁绍伯居然认识对方 太认识了 梁绍伯笑呵呵的说 这是我姐的保镖啊 保镖啊 刘春雨松了一口气 他冷笑了 原来是一个看门狗罢了 刚刚说完这句话 他就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他感觉得到 梁绍伯的目光开始有些不善了起来 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这见梁绍伯 正用一副嫉妒厌恶的表情看着他 梁 梁绍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刘春雨吓了一跳 他有些不明白 叶浩轩不就是一个保镖吗 首先你要清楚一点 梁氏的人有梁氏做主 而且我们招进来的都是人不是狗 梁绍伯冷冷地说 另外 他救过我姐的命 在我眼里他比你值钱多了 一个靠着肉上胃的戏子 你以为你是谁了 对不起梁绍 这刘春雨是个相当能屈能伸的人物 他看到画风不对 马上改变了他刚才那副咄咄逼人的状态 他有些害怕地说 实在是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他对你们这么重要 我不敢了 请你原谅 告诉你身后那人 平时大家在一起玩玩还行 但不要把老子当成他的下人了 不然的话我断他的货 梁绍伯不耐烦地挥挥手 滚 马上滚 不要让我再呼城见到你 是是是 我现在马上走 我连夜就走 刘春雨吓得屁股尿流的 他善善地退了下去 他没料到自己找来的人 到最后居然还帮对方 一个网红罢了 还真的把自己当明星啊 梁绍伯厌恶地看了刘春雨的背影一眼 然后笑隐隐地说 安小姐 实在是对不起 刚才让您受惊了 没事 这位是 安宇竹没想到叶好轩在护城 居然吃得这么开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梁绍伯 梁氏集团的梁绍伯 我老板 叶好轩笑道 梁氏集团 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 当然听说过 安宇竹点头道 梁先生好 好 叶无常 你长本事了呀 能泡明星了呀 行 我不打扰你们了 梁绍伯拍了拍叶好轩的肩膀 然后哈哈大笑着离开 仿佛自己的员工能够泡到大明星 他的脸上也很有面子一样 这真是你老板 安宇竹有些诧异地看着梁绍伯离开的身影 他摇头道 怎么感觉像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啊 他是我老板的弟弟 平时就这样 我老板是梁沛山 他姐 难怪啊 安宇竹点头 他笑道 原来你在这里吃得还挺开的嘛 我之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你老板都这么看重你 这也是个意外罢了 呵呵呵 叶好轩笑了笑 走吧 我们刚才吃的饭还没有吃完 现在回去接着吃 好 我们回去接着吃 安宇竹点头 他转身叫和叶好轩一起回去 但是刚刚一转身 意外又发生了 只见身后一阵快门声响起 掺杂着闪光灯 然后一个带着压实帽的家伙 抱起一个担反 拔腿就跑 遇上狗仔了 这是安宇竹心中瞬间闪起的念头 他惊叫道 不好 有狗仔队 快 快抓住他 不能让我们在一起的照片流出去 不就是几张照片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的照片马达街都是 叶昊轩还没反应过来 他没有意识到刚才无意间把手放在安宇竹的腰间 这要是被丹凡给拍到 那些八卦报刊 能立马给你整出来一个大明星夜会神秘男子 清纯玉女恋爱的大新闻来 要真的是恋爱了 安宇竹倒也认了 可是关键是他没有啊 他要是真的被上头条了 那还不出大事 你不懂 快不要让他跑了 安宇竹退了叶昊轩一把 没事 他跑不了的 叶昊轩微微一笑 他一步踏出 迅速地向前奔去 他的速度可不慢 很快 他就追上了那位狗仔队 现在的狗仔队 为了一张照片也是拼了 这家伙看来跟踪安宇竹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跟着安宇竹恐怕有很长时间了 不过想想也是 难怪这些家伙们拼 因为有些时候啊 一张大明星的照片很有可能会值几十万 尤其是安宇竹这种级别的明星 照片的价格更高 你要是能整出来一些花边新闻等私密照来 那价钱那能飙到上百万 这家伙今天拍的这张照片 足够他潇洒很久了 但是他身边人影一闪 一个人迈着大步和他并驾而行 你是谁 这小狗仔吓得是屁滚尿流的 因为他明显地看到 对方是迈着步子向前走 而自己是拼命地向前跑 人家走起路来还不紧不慢的 但是把他可是给累坏了 刚刚拍了我的照片 一眨眼就把我给忘了 叶浩玄笑呵呵地说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不认识你 你认错人了 你真的认错人了 狗仔大惊狮子 他刚才拍的时候拍得紧急 拍完之后拔腿就跑 他哪里认得出来叶浩玄的长相 不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拍了人家的照片 人家至于这样跟着他跑吗 那你跑什么 叶浩玄笑了 他一边迈着步子向前走 一边向前指导 你尽管跑 能跑过我来送我书 狗仔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向前跑 他的速度提到了极致 但是叶浩玄就这样闲庭信步地 向前迈着步子 看起来还有些优先 但不论狗仔跑得再快 他的步子与狗仔始终是并肩的 你 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狗仔终于撑不下去了 他弯着腰 扶着一根路灯 在那里大口大口地穿着粗脚 论跑 他是跑不过叶浩玄的 但是这家伙也太恐怖了吧 自己以前好歹也是短跑冠军呢 也是跑得相当快的人物了 可是这家伙居然能跑得比自己还快 问我是干什么的吗 你跑啊 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跟人比赛过跑了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来了来 拿出你最快的速度 好好地跟我跑一场 叶浩玄一边悠哉悠哉地向前走着 一边哈哈大笑的 我不跑了 狗仔站在了当场 他大口大口地穿着粗脚 他知道自己就跑不过叶浩玄 刚才跑那几分钟已经证明 叶浩玄比起他这个短跑冠军了 那似乎是更加厉害一点 你这样 你让我很为难啊 叶浩玄见对方不跑了 他也停下来 他笑呵呵地说 本来我今天以为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对手 本来我还以为今天能愉快地跑一场 可是你居然这么快地就认输了 真遗憾了 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狗仔喘了半天的气 他总算是反应过了 他必须弄清楚叶浩玄的身份 你管我干什么的干嘛 叶浩玄靠在一边的一个路灯上 他笑道 你只要知道我能跑过你不就行了 不 做我们这一行的 时常要跑路的 狗仔摇摇头道 因为我们干的活 可以说是在玩命 不至于吧 偷拍几张照片也能称得上是玩命 你能玩得过缉毒警察 他们那才叫玩命 叶浩玄上前夺过了这家伙的数码相机 把这相机里面的照片全部给删了 然后把相机丢还给那个狗仔的 东西还给你 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 哥们 你知道我刚才那张照片值多少钱吗 狗仔看着自己的数码相机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安宇竹的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有些杂志刊呢 想弄出一点他的花边新闻出来 这家伙是接了认误 刚才叶浩玄揽着安宇竹腰的那张照片 估计至少得值上个上百万 可是叶浩玄居然拿着相机 就把照片给删了 这让这位狗仔 颇有几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他感觉叶浩玄就是在挡人财路 只上百万吧 叶浩玄笑道 可赚钱嘛 有很多种方法 有些时候 有些不易之财 你难道拿着心中就无愧吗